不好意思 实验室内台客大学生先用电脑演算 再让机器作业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 就是台客大独自完成的光照曝光机 台积电想要做到两奈米 其实靠的就是这种技术 虽然机器无法媲美台积电高阶设备 却能让学生在求学期间抢先学习 为培育台湾半导体人才 包括阳明交大、清大、台大、成大等顶尖大学 都宣布跟业界合作 针对半导体等议题成立研究学院 台客大也增设半导体产业学分班 瞄准培养半导体高阶经营研发人才 我们不是下面底层增加 上面也是要增加 上面没有增加你就做不了那么多事情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培训高阶的半导体 研发管理的人才 那这是我们的主要精神 台积电为什么这么缺 这个是缺到爆的爆 台积电以前的招生都是 招人才的不叫招生 他都是台城清教 现在是到国立大、科大 现在今年开始 已经到私立科大 针对台区 不止台积电连发科大举招募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也向政府海话 要更多半导体原才 因为短短两年在美中科技战与疫情蔓延交付之下 台湾半导体业产值大幅增加1.35兆元 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 但人才问题却日益严峻 半导体现在目前的缺源平均每个月 大概到两万八千个职缺 那这两万八千个职缺里面其中 大概又有一万五千个职缺是工程师 所以我想这方面看起来半导体的缺源状况其实是蛮严重 报告显示台湾今年前十大职缺有八项都是工程师 半导体人才需求在今年Q2达到了六年半的新高 台中的中兴大学也宣布加入培育行列 中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 那在未来五年工程师的人才的需求上叹一万人 中兴大学是中台湾唯一的顶尖大学 我们有义务也有能力 来邀请搭配中部其他的这个大专运校 一起兼布起这样子的一个人才培育的工作 那我们现在正在规划的主题 包括云建整合设备还有工装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当北中南全台串联都在想办法培育半导体人才 向上培育硕博班高阶研发人员 向下开出学位学程 连经济部都有半导体产业人才创能加值计划 强化产业人才具备跨界整合跟多元技术能力 但学者直言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所以我们我认为这些人才有几个管道 当然台积电到国外设厂那是其中又非常聪明的方法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招很多的外籍生 他们都很愿意留下来 但这些环境 还有他的工作职场 有没有 那这些是我们 台湾如果要再进一步壮大 那不能只是在传统产业 那传统产业更需要早一点导入这些国际人力 学者建议除了向国外扩厂招募国际人才 国内也能积极留住优秀留学生 人才不分国界 效法 矽谷经验 海纳百川 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持续领先世界 TVBS新闻沉浸 文卫庭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